另外高雄市政府去年11月开始在捷运的美丽岛站 设置了全台第一座的自动资源回收机 国立民众做环保同时还可以在一卡通上除职 没想到因为民众不当使用 导致回收机在短短不到四个月就故障了五次 现在环保局是出面来呼吁民众 一定要正确的使用资源回收机 全国首创的自动资源回收机有多受欢迎 看看一早就有民众推着娃娃车 前来做资源回收除职 操作方法很简单 只要按下步骤一的荧幕 再将一卡通放进感应区 然后将瓶身有条码的宝特瓶或铁铝罐 对准条码感应 等待闸门一开就可以进行回收除职 我住在那个是三桌商圈 那时候就是流动会比较 大家吃的那个宝特瓶啊 然后还有咖啡罐都随便乱丢 然后我就做环保捡回来 然后顺便对我自己也很有帮助 就是可以出职啦 就这样我是觉得 我就经常去散步的时候就 在那个附近就把那个 然后还有家里面的 我是觉得这样子对环保 有很大的帮助 熟悉操作步骤民众觉得很便利 但也有人第一次尝试 摸不着头绪 索性现场有工作人员指导 高雄市环保局为了鼓励民众做环保 去年底特地在捷运美丽岛站设置第一座资源回收机 并且提供每支回收瓶罐一元的优惠价格 高出市场行情至少十倍 没想到就是因为这样的回收利益太吸引人了 但却又有民众不懂得正确使用 导致回收机命运乖喘频频故障 后来环保局只好将回收价格调整成两支瓶罐一元 损坏率才大幅降低 现在除了呼吁民众要正确使用回收机之外 也表示今年底以前回收机的设置会增加到50步 也会扩大到学校机关等其他地点 让民众做环保赚小钱 港都新闻红夫人夏秋卒采访报导